大清早学生陆续涌进校园 大学学策登场碰上疫情升温 家长学生防护坐牢牢 但桃园复旦高中却爆出有家长确诊 学校继续做考场 让硬考学生好担忧 怕自己得病 还是会有一点怕 就是被取消资格 口罩有多准备一点 酒精喷洒那些都有弄 学生忐忑斜脸上 根据了解这名复旦高医生的爸爸 是中立某学校老师 曾经教过确诊学生被狂烈隔离 没想到在去隔离路上 与防疫计程车司机聊天 司机当晚报确诊 这名家长没多久也确诊 那复旦高中的部分 做所谓的预防性停课 其实已经完成清销 一定有接触 但是我个人 以这样我个人的推测 他是在这个防疫 在防疫汽车上面 那个司机确诊了以后 他才确诊了 真的是问讲传染吗 在定序之前学校还是有风险 因为这名家长在14号匡列后 14 16号连续二彩音 18号接触防疫司机 20号马上报确诊 期间不但14到18号 接触复旦就学的孩子五天 学生之后也正常到校 接触其他学生长达五天 让不少人忧虑 这中间种种潜在风险 要做怎么样的处置 是明天换考场 还是聚在考场做呢 我没有办法做决定 因为那不是我的权限 由于该名学生 猜测结果还没出炉 会不会对学测考场 造成影响 人人担忧 而桃源另一所学校 慈温国中 也因为学生曾接触 确诊者预防性停课一天 桃源确诊直飙生 又碰上大考 就怕让疫情再生变数 记者黄一军 黄玉兰 SNG小组 桃源采访报道